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是超过马王堆 就说这个发现 至少能够跟马王堆广州南岳王牧相提并论 甚至有有过之 就说这价值 我今儿的目的就是来听马老来给讲故事的 我觉得能讲这牧有意思 他这个事是这样 就是汉牧 汉牧我们说诸侯一级的大牧 十牧九空 历史造成的 因为汉族人土都封土 堆一分包 你就让人发现了 发现就抠你 目标太明显了 对 所以他跟游牧民族不一样 到现在你像成吉思汉的牧 你根本找不到 他随手弄完了 他埋完了弄平了 他也不出现 你找都找不着 汉族人就这点事多 事多别人就盯着你 所以汉牧十牧九空 这是再论的 那么建国以后 这个大型汉牧 被发现的 第一个是河北满城 我们老家 中山 中山静王 中山静王 金吕玉一 对 那个最牛 所以你看所有的记者 从来不拿他跟他比 比都是这么比 就跟演员出场 他要找一个比自己略低的一个人去比 或者可能比的人 不能比的人 他不提 感情最牛还在我们河北 他不可能超过他 这时候就仅以金吕玉一 他就不可能超过他 对 他没有 等级在这 金吕玉一是皇上的等级 中山静王的这个是建月 按理说他是银吕玉一 哦 明白了吧 他是有等级 他按下四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是金吕 第二个银吕 第三个铜吕 四吕 他是这个等级 他这个不可能 我看着目前这个状况 不可能有玉一出现了 要有玉一早就早 他就跟你说 已经是了 对吧 这是等级 咱们先建立等级官 另外呢 中山静王 就是河北满城 这个是王墓 广州的南越也是王墓 你听着他就比他高 这是侯墓 听着就 但是我听说 假如是那个第一代海昏侯 刘鹤的话 刘鹤的 那这人有意思了 当过王 当过帝 当过帝 当过侯 最后是个侯 王帝侯 基于一身 历史上就他一个了 就他一个人 就他一个人 但是他那个帝当的就是一般年表上都没有 就给他废了 他一共当了27天 27天皇帝 他当27天 据说是做了很有哲有零 说做了1127件坏事 我觉得这事实在不贴符 污蔑的 你算一下 我算了 我拿手机 拿出书记一扶 他半小时干一块事 从登机那一分钟算起 半小时干一块事 他不睡觉了 他就不可能 这事 不大 古代的书上 或者老百姓传言中 这都不可信 那么 那么第二个 发现那是68年 1968年 你看这个时间很重要 第二个就紧跟着 两年以后 就三年吧 71年 就是马王堆汉木 马王堆汉木是代猴 他就是跟他是一个等级 为什么你看记者们 不是记者 就专业老跟马王堆比呢 咱哥俩能比 平移 我也是猴 你也是猴 可我这猴还做过地 那我肯定 我又做过王 那肯定我这个比较牛 所以他可能是超过马王堆的价值 再有就是南岳王 南岳王他肯定超不过 南岳王是82年83年发现的 人单位修宿舍 一敲底下空了 这单位的人作牙 话都说好人快该宿舍了 赶上这么一倒霉事 就挖出了南岳王 那么从83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三十年了 嗯对 三十多年了 发现这个墓葬 这个墓葬 首先谁先发现的 你知道 盗墓者先发现的 哎 对 我听过这传奇 就是说 传奇是真是 就是说 在南昌那个市面上 出来一条那个纯金的金龙 那个文物贩子 结果就是说 这玩意说是 皇帝才能够用这东西啊 结果这公安局 一下就把他给补了 说哪弄来的 说在一个叫什么 敦敦山 那么个地方 就该给发现 而且你知道 我现在才知道啊 这个一个以后 我挺想去这种场合的 你知道 一旦国家发现 就是国家重点的 这种发掘项目 跟军事基地似的 哗 这个这个部队 就住在周围 而且他们讲 就说是 尤其是最近 经常有人就硬闯啊 周围这个硬 硬闯 甚至就是说 有附近的那个村民 就是有十几个 拿着族谱 说海浑猴的后人 就是我们 我们家仙人在这 你们吧 我们就进去看看 是摘基地是我们家的 对对 做出巨大牺牲 就是这个村叫关西村 你知道签了 你说村民 你让他签坟 他签了九百多关 他们叫 就是九百多家的祖坟 为了这个签 但是你看 村民们觉得 我们村经济不发达 这家伙眼瞅着就是旅游 旅游大象 所以可以做牺牲 配合 配合 配合啊 对 他这个 他这个都这山呢 其实就是 凡是这都这山 你听着这种地方 就是有漫坡的 这差不多都是坟 现在不能 咱俩北京郊区 再找找找 北京郊区就有啊 北京老山多近啊 八宝山以礼啊 在长江沿线上 老山也是被 被专业人 都去考察过 对 不是那是后来挖的 那也是盗墓挖的 咱们北京的 大宝台汉墓也是 我说您在电视上 要这么引导 中国可能明天 没山头了 真的 这堵堵山啊 不起眼 他因为过去堆的 可能就比较尖嘛 越越什么就越缓嘛 那么他就在路边上 很不起眼的一个地儿 他的夫人墓 现在基本上 已经承认被盗了 就是这个海昏侯的 夫人的墓 已经被盗完了 这个墓葬 已经盗到 就是我看到一个数据 是打到14米5了 这个已经就接 就看见木头了 那就很快就要挖穿了 差一步 这就被盗墓的给弄走了 啊 这些年 就是我觉得 30多年以来 就中国的大墓 被盗的现象非常重 因为市场上 你在国外看到各种东西 你包括前一段时间 法国还回来的那些 打金片子 那都是秦宫大墓 都是秦始皇祖宗的 全是秦始皇 秦始皇可不是 负一代 负二代 负三代 那负十六代 但是他上十六代人 十六代人都是牛人了 已经不是 所以他这个 这次墓葬呢 就好就好在 就是不幸中的大幸 只是他先到的是 他夫人的墓 但是这有一点啊 你不要以为 夫人的墓一定不如他 这个 这个 中山庆王的墓 是夫人的墓葬 都比他大 空间比他大 葬室比他高 好多东西 他都超过王 那为什么呢 那就说 汉代妇女地位比较高 肯定说这个 汉代这个 太后执政的情况 比较普 对对 妇女地位很高 你知道吗 太后姓什么 姓斗 对 斗太后 这就看住 当年的都是 当年的 那这事比现在大 当时是周恩来总理 就亲自主持 一听说这事 军队先发现的 但当年就好 就是没人捣乱 也没人来拿你东西 然后派郭木若去了 郭木若不管怎么说 就郭木若是专家了 郭木若一看 就说在往北边 北边动跑 还有墓 一挖 就你们老窦家的墓给挖了 窦完 就他夫人 他夫人的墓 后来就从尺度上讲 也比他大 然后呢 很多规格也比他高 这是超乎我们后来人的想象 所以他海昏侯的 他夫人墓被盗 那损失惨重 现在是出来出土 一万多件 一万多件文物 咱们可以看看几张 其实这次最早引起大家注意 是说里边金子多 钱多 这是发掘现场 十吨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发掘现场 考古工作者 考古工作者在 这就是金子 看金饼 金饼187枚 我记得 金饼 金子 你看 好家伙 欢欣鼓舞 金子 金元宝 他写这个上 这个是七器上面的字 其实这次特别有价值的 据说是那个主简 发现了可能有三千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汉朝的灯 青铜什么 鱼燕灯 鱼燕灯 这玉我喜欢 漂亮 这玉佩我喜欢 然后你再看下边 火锅 据此说明 这个海昏侯刘鹤 也是个吃货 这是火锅 这不是火锅 严格说这不是火锅 咱们先普及一个知识 先说这火锅 这个是什么 现在定名还没有定论 但以我的观察 这不是火锅 你首先看 它口很小 看到了吧 火锅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是底下得有加足的碳 它底下这块 这个槽是排水的 它可能是一个温 温气 就是保证东西不凉 温酒气 再有一个你知道 火锅最重要的使用者 不是我们是游牧民族 火锅这种吃饭的形式 都是游牧民族交给我们的 我们过去都自己吃自己 不是一大堆人 围着个锅都来回涮的 火锅的年代比较晚 对 蒙古人那边出来 对 不是这个 这个就是 因为只有说火锅 你能听懂 要么你听不懂 所以他们就 按着老百姓的说法去说了 再有点金子 没有什么新鲜的 这金饼 历史上出土过很多 这里比较重要的是 那个 那个马蹄金和那个林纸金 那个比较重要 上面带字的比较重要 至于金饼 历史上出土多了 说是陕西博物馆藏着一批 就比这个数量多 对 这个金饼 而且还有钱 说是十多吨 两百多万枚 两百多万枚五株钱 对 他挺会攒钱 反正我看 这个钱历史上出土最多的一次 我记得是120 120万 就是60吨 60吨 这是一十吨 这次也数量庞大 那时候钱它不能浓缩 那浓缩就得用黄金 对不对 这个东西你不用问 它一出土 我就都知道 它分量 它分量大概就是 咱们现在的金的一半250克 是是是 上下不差十克 是250克 这东西多了 过去在香港市场在哪 看到我最多一次看几百块 对 全是 咱们这媒体就喜欢算 就是说现在 按照现在的金价 马老师知道这里边的哪个值钱 咱们就是看哪个黄眼 对 马上一看 这不是 这个就这个金饼 真值钱的可能不在面上 对 不在面上 真不 真不在面上 但那个零纸金比较好 那个很少的 很少的 哎呦 真是 这个就是好就好在这个木没被搅动过 要一搅动就完蛋了 但是这其实这个事真正有意思的 是就说这个海昏猴 这个人 这个人呢 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对 他本来这个历史记载啊 这人就说吃傻呆捏 可是你要说他吃傻呆捏吧 你比如说 就是说当时有一个就是独揽大权的 这么一个叫霍光嘛 霍光 大司马霍光 上一个皇帝死了 然后就说哎 让他来继位 他就这一路上啊 就是奔长安的这一路上啊 他就找鸡 是真鸡啊 真鸡 就说找打名打的时间长的鸡 所以人家根据这些细节就说这人傻子 吃傻呆捏 可是后来就是你讲的那个 说二十七二十七天做了一千多件 一百二十七件坏事 而且这个记载是正史里边记载的 对 这都是系统化的污蔑这个人 你就可以看出来这历史啊 这是不真实 文字记载的历史 我说不是太可信 但是但是呢 现在的有历史学家提出来就研究啊 就实际上你说他傻 他也傻 但他不傻 他呢 实际上真正犯了是什么 他调动中央警卫局 就相当于当时的这个宫廷禁卫 特别是那个太后 特别是那个皇太后宫廷的这个禁卫 然后霍光就觉得 这家伙 要 这个简单 他扶上来是霍光给他扶上来的 对 扶上来一发现情况不好啊 他什么都不听 你比如他去奔国丧啊 人家过去是到城就得哭 到锅就得哭 就是他是有制度的 他说什么 我喉咙不好 不能哭 用来 从北京来 不能哭 他好多规矩都不守 那人就烦了嘛 所以你这个 你你你不哭啊 其实那个哭是一个仪式 到今天你们河南最多 因为我我太太就是河南人嘛 就是河南很多 河南哭丧的时候 我从小经常哭 他有的人哭 他就是要做出那种 哭天抢地的那个那个动态来 他其实是一个古风 你现代人有时候看不懂 你觉得这人装着玩 不是 古风就是要五体投地的 哭得惊天动地 才表明你的这个真诚 他他他跟人说我喉咙疼疼 那谁干呢 那就是不成体统 对 皇上要是给体统 皇上你必须得遵循所有的遗轨 你没有遗轨 你上来那没有人信服你 他就这么一人 活得不长 他活得并不长 他活得三十三 对 枪枪三原形广告之后见 财富这就聊到你们河南了 我们河南主要是造文物 我们那对吧 就是这种大汉木是很少的 主要是生产文物 生产文物 麻烦是知道我们这 这你懂 东汉的那个木在洛阳很多的 但是你就说像这种 中国的这种大木啊 还会有很多吧 应该是 大木很多都被盗了 这是有记载的 但是有些呢 你像海昏河都是因祸得福 他发到哪 当年发到南昌算 就算处置了 就是流放 他算不到流放 因为还给了你个绝 但是就算你已经就是处置你一下 那个地方呢 你 他是北方人啊 北方人突然弄到那个江西 河阳湖边上 那是很潮湿的 他不舒服啊 对啊 他到那以后呢 好在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特有意思 就是他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潮湿保留下来 他是因祸得福 你这这东西 古人说福祸相宜非常有道理 他后来呢 好像是大概是在西晋什么时候 河阳湖啊 这个水系 这个迁移的时候 把他也淹了 保留下来了 如果当年啊 说这地儿还是跟当年下葬的时候 差不多 我估计 以后就给挖了 以后就给挖了 就到不了今天了 他淹了以后呢 这东西尝试浸泡在水里呢 他倒反而保留下来了 而且我还知道 就是说你看 现在好多人说 说这个海荤侯啊 他就是个荤 实际上呢 就是的确咱们中国有这个嗜好 比如说他有一个嗜好 就是汉废帝 他是被废掉的皇帝 但实际上海荤侯啊 还不是 咱就学点 就说这个海 在那个时候管这个湖 就叫海 荤呢 就指的是西方 就黄昏 黄昏日落的方向 所以实际上就是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啊 是当时的叫什么 就是个县 汉代时候设县了 哎 他的县后来给取消了嘛 所以就海荤 海荤侯 而且父亲还有海荤侯国 对对对 他就是侯国嘛 嗯 他就是侯国嘛 看来不是因为他太昏了 对 就是为什么汉代 汉代的就是这个 互相残杀很厉害嘛 他不是有七国之乱什么 这都是互相残杀 就是因为他有国的概念 互相不服气嘛 就是集权在 集权在汉代不彻底 集权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不打内战 因为都是我的 你打个什么呀 你各自都封国以后 那谁不想把自个儿这地儿 给给张大点 一张大点 俩人要是势均力敌 互相都觉得能打过对方 那肯定就打起来了 如果不是势均力敌 我一瞅你 你这一身全是拔块鸡肉 我就不打你了 就这会儿 他这个这个这个时期 是比较动荡的时期 但是他那个位置 按照当年那个北方的地理位置 就是汉代在北方的中央 这位置 觉得他那地儿不是啥好地儿 江西到今天也是比较穷的地方 对 老区 对不起江西人民 但他确实是 到现在也是比较穷的地方 而且呢 就是说 当年就是这个历史记载啊 就讲这个海昏猴的事 你就说明 你看 这个大司马霍光 让他来接位 然后发现不靠谱 27天 就给他废掉 对 他废掉之后呢 这霍光又选择一个 又缓得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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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那个名号叫什么了 就下边那皇帝 就是下边那皇帝呢 他本来啊 是 就是养在民间 就是说 就是宣帝 汉宣帝 汉宣帝 对 他是这个这个汉武帝的嫡孙 就是嫡孙 他他汉武帝生的孩子不是很多 光顾着打仗了 就房事做的少 对 所以 儿子不多 儿子不多呢 长死又不争气 这个刘鹤 海昏猴能继位 也是他爹死在 死在他爷爷前面 对啊 他爷 就是他爹呀 海昏猴的亲爹 死在他亲爷爷的前 前一年 所以儿子接不上 这孙子就是 就直接就接班嘛 就这么回事 那时候我发现这个汉朝呢 他的制度还不是很完善 老太太是可以废这个小皇帝 霍光这样的大臣呢 也可以废 他跟后代的说 敌长子敌长 所以你就排着来吧 你不能够再摄政 我就废了你 这个是 这在汉朝挺普遍 这个事 你看这个 而且中国历史上啊 经常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比如说那个秦始皇 秦始皇他那个真爹 就那个 我们老乡啊 吕不伟 你看都是 都是我扶一个上来 但是扶一个上来 发现我看错了 这种现象很有意思 对啊 他因为地位改变嘛 地位不改变的时候 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嘛 这跟曹操服那个叫陈流亡是吧 嗯 太聪明不行 对 人家又给杀掉了 再来一个智商低点的 对 就太低也不成 对 对合适 没错 他得听话 就是你看 就说这个海昏猴 当然都是说这个史上 史书上记载的 这个海昏猴 其实现在想想起来啊 是太高调了 就是 马上你就想有所动作 但是接下来 就你说这个是汉宣帝吧 汉宣帝 这汉宣帝上来啊 这孩子要不说 他们就说民间出身啊 以为霍光就以为 他没有什么势力 的确这个上来 他就忍 嗯 根本不就完全都听凭霍光 主持朝政 嗯 他要等 等这个霍光死了 嗯 他这霍光一死啊 他把霍光的这个等语 全都清除了 这是很正常 但是宣帝的好处是什么 他采取威而至吧 呃 从史籍上记载啊 就是劳大姓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物价 就是到了他这时候物价最便宜 这是有记载的 就是所谓物价是指米 因为过去米以食为天嘛 吃嘛 就米到了这个时期 米变得最便宜 农产品产的多 对 对 就很便宜 而且古代的那个便宜和贵呢 非常明晰 它是用钱直接交换 我们今天是用纸来交换 我们这钱叫纸 你知道吗 这钱不是一个标准的计重制 你不是你今天的钱可以不停的浮动 过去钱没有浮动 这一说 钱五珠就是五珠 两个就是两个 对不对 你政府的两个跟我两个没有区别 但今天不行 今天你兜里的钱 跟政府的钱不一边大 政府是这样 政府如果突然发行货币增发 你的钱就缩了嘛 对 贬值嘛 就贬值嘛 对吧 那纸币的这是纸币的特点 所以纸币的中央政府的发行货币的总量都不是公开的 就是你像美国政府啊 什么他发行美钞到底发行多少 咱都不知道 他一发行 咱都是要揣点美钞就缩一点 但是铜钱就不会 铜钱 你政府发多少 我这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在这个治理上 我觉得汉代的治理应该是不错的 你看他海昆猴这么一个算不算太大的猴 又在那么穷的地方能有这么多东西下葬 也说明当时的富裕 再一个可能说明啊 他的他没什么威胁 对汉轩帝 对他还不错 对他 你如果说在那个盗墓的人出来一个龙啊 说不定他也有点这个僭越 或者高半级那个意思 他有点小僭越是可能的 但是大僭越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我看了他这些文物 你比如他出了铜燕灯啊 这个就是以能看的 像就是说就是大家热衷的这种火锅之类的东西 都属于很普通的 在汉代文物里不算什么 你跟那个 你跟满城汉墓出的东西等级完全不一样 你看满城汉墓出的错金银的 那个博山炉 那东西一看眼都晕 没有 那个博山炉 对是吧 那个博山炉是 你懂不懂眼都晕 这不晕 这没什么可晕的 这一看就 这就是金子 一本八十块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要不说咱关心的 咱们就有层次 不能光说金子 就是他这个主简上 将来这个文字解读出来 我估计没准有什么 不是最重要 这是最重要 所有的价值 就是这个墓葬出来 所有的价值 绝对不如这几千主简所传递的信息 那个信息是比较准的 对 你知道那里边写着什么事 这两千 就像那个长沙 那个马王堆 那个出土的那个就是老子 这不意义研究吗 那个老子传了几千年 但是之前 他那可是很早的 最早的版本 这个版本 你就知道老子原文是什么 你说这个据说有三千多主简 这个没准里边迫语出什么惊天秘密 出现更好的老子版本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西汉是研究老子的重镇 就是无为而至基本上都是黄老之术 有可能原版的老子再发现之后 后边历代的那些学术家 学者研究的都是白费 你把它一个病卷解识上 这个太牛了 这句话有很高的原理 后来发现原来版本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 而且你看 说是这次还弄 我是听说还是弄清楚了一个孔子的身高 过去说孔子两米多高 恨不得跟姚明差不多 但是据说是这次在海昏侯的里边 发现了一个什么屏风 还是有这个记录 说是九尺二寸还是几尺几寸 根据汉尺推断 孔子大概一米八二 一米八几这么个身高 他现在你就以这个记载也未必准 因为这时候离孔子那时候已经四五百年过去了 四五百 就跟咱现在说明朝人长多高 也都是瞎猜 但是孔子从各种文献记载中 他肯定是个大高个 他不是 跟周润发个差不多 他演孔子那周润发 一米八三个个差不多 应该是个高个 他肯定不是个矮个 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今天是假设 我们假设中国历朝历代帝王的墓葬都没有被盗过 假设都是国家统一开发 那我们解释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事情 但不幸的是大部分都被盗了 对 刚才我一直想问马老师的一个问题 也是我憋到我心里面十来年的 因为我老觉得我们肯定有很多墓没挖 看汉武大帝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这到底刘邦的绝了没 这个刘彻的绝了没 后来看很多什么论坛 包括什么百度贴吧里面说 汉武帝的这个茂林 现在还保存着 但是政府不让挖 包括这个武则天和高宗的 李治 钱陵是吧 钱陵 说现在也保存着 说这些如果能够发掘出来 就可能不次于兵马俑 那肯定不是次于要比他高级的多的多 现在就是有定论的 肯定没被挖的 那么我们说肯定没被挖 也就是99以上 99%以上没被挖的 也是秦始皇的墓 武则天和李治 高宗李治的这个墓葬没有 刘彻的墓 就汉武帝的墓 应该是被盗了 这个你比如李赫 唐代诗人李赫写的刘彻茂陵多治谷 就是说这墓挖开以后也是一堆骨头 但这个 有可能是被盗过了 这个这个可能性远远大于北印道的可能性 但是还有一些王一级的墓 就是说你比如说南岳王 南岳王墓现在我们挖出来的是他的这个孙子 他爷爷那个墓到现在没找到 如果是赵驼的找到 赵驼的 那个墓 那个墓肯定是仅次于 活了一百多岁 仅次于王的墓 那个墓很多人在找 那完了 岳秀山很快就平了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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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